最近北京的天特别好 空气中的那种明朗 还有那种温热的干燥 都让我一瞬间 就回到了小时候的夏天 我是北城长大的 我觉得城南它保留了很多 老北京原有的一些味道 龙南湖公园给我留意的记忆 其实是有一年 就是庙会的时候 魔剑接种了 然后把手机丢了 那再见时 记忆里总是转着的摩天轮 现在变成了一个摆设 那没有变的就是公园里 晒着阳光的人 气定神闲的 与外头形色匆匆的人 都不太一样 我路过他们 走过了一段回忆 云大朵 崇明 天蓝的常亮 这么好的天 一定得配上老城里的 红砖绿瓦 天坛我也是 很久很久都没去过了 上一次去 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是春游吧 那个时候我只会觉得晒 但是现在看就是北京的老建筑 真的是怎么看都很好看 花鸟鱼冲市场 这个是老北京们都特别爱去的地方 卖鸟 卖鱼 卖虫 卖串 自行车叮当作响 有公主的人到家倒影 那曾经这个地儿过于热闹 现在好像显得稍微破败了一些 我却拎回了鸟笼子 鱼缸和两尾金鱼 理解了这座城 正在老去的喜好 这儿的夏天 意味着将记忆里的 所有的潮湿都拧干 过往的不愉快与拥挤 最终变成了记忆里细腻的纹理 我在夏至的热浪中 复兮而逝每一个北京的夏天 人生也许有遗憾 是无法同时拥有青春 和对青春的感受 但是我们却可以走入时间 好像每一次来到城南 都要跟旧市城上点关系 但是在夏至的北京 我喜欢散步其中 两手空空 只戴上记忆的眼睛 去听城南传来的回音 是要记忆的 他的悲喜 非常之敌 里面